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从哪里休息呢? 不要找别人的故事 不要看别人的故事 不要恕别人的故事 从这个地方下说 我们想想这句话 他的意思太深了 我现在人的最大的毛病 就是说人家故事 张家常理教端 不碰头就罢了 一碰头总是说别人故事 都没有说自己故事 所以佛把这个列在第一条 治你这个重病 你这一条病治不好的时候 其他的病没救了 所以你们今天就明白了 我们今天就修佛 从哪里修齐 不要说人家故事 从这修齐 第一次佛黎老师听你 他教我两句话 不毁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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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修自己的代行 不说别人的故事 不毁谈人 我就想不通了 我也不晓得这个道理 所以我说不毁谈人 我这和您的故事 不毁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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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和您的故事 到后来我生灵这个里面的道理 实在是有道理 所以这个称赞 是要称赞的恰有其分 如果你毁谤他 有的人听着说他不服气 你说我不行 我拼命努力 将来还能出人头继 那个人小小有一点成就 你也赞叹他 他非亡行 我不得了了 这么多人赞叹了 他自己以为了不起了 从此以后不但没有进步 一天一天往下会推转 共告无漫什么都生起来了 这是害人哪 就不能随便赞叹他 说话之心 最好先过滤一下 想一想这句话当不当说 应不应该说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影响是善还是我 许许多多经论 讲到十万一 都是按照身口意的排列顺序 唯独佛在无量手间 把口意摆在地上 这是什么意思 今夜三复第一个 第一个口意清净 然后才讲深意 意思很深啊 见别人的过时 一定要包容 要掩盖 所谓是 引我扬善啊 古人的教训 是真理啊 我们这样对人 一字 令气可改 让他慢慢去悟 慢慢地回头 给他改过点 机会 一字呢 叫他知道有所顾忌 他坐窝 别人不是不知道 别人知道而不说他 而包容他 容易使他身惭愧心 不敢放纵 这是我们厨师对人良好的态度 包容人的人都会计较别人的故事 他能包含了 有人母乃大了 他的后福大了 他有大德大福 心量小这人可怜 这个人没有人帮助他 没有人同情他 他在这个世界 那真叫孤家寡人 所以我们学佛 要学佛的心量 天暴太虚 亮州杀戒 中国古人 少少都说明里的人 都知道 隐悟阳山 又说 君子倔交 不严格 不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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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很不严 断交 从此以后不往来了 对方的故事是绝口不谈 这是世间善人 何况是修行有道之人 更不可能有这些事情 古人家 古人家 我们纯尽人家 我们纯尽的心 被破坏了 你看到的 听到的 你受人家影响了 不能说 成就自己真实的 的心 真实的心是什么呢 纯尽的心 纯善的行为 佛教经典里面 这个话 不知道讲了多少 我们实在讲 粗心大意 没有能体会的了 听过 看过 没有记在心上 没有把它变成 自己的生活行为 所以 我们得知不休 齐心动念 依旧是偏心 不是忠正 这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念佛人的证语 就是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念念都念阿弥陀佛 那么四种口译 决定不会走 你跟别人往来 说话之前 先念一句阿弥陀佛 话诗讲完之后 也念一句阿弥陀佛 这是念佛人的证语 这句阿弥陀佛 功德不过悉 宗主 王阿弥陀佛 人 fen 感谢观看